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欸 怎麼會找我 就是跟你們反應一樣 欸 怎麼會找我 對 因為我完全不會做菜 然後就是跟副培北老師好像也沒有什麼 關聯吧 對 然後我就覺得這角色也太挑戰了 不過就是很開心很幸運可以演到 五味霸珍的歲月 因為導演是徐甫君 然後還有編劇也很強 然後還有就是跟直劇場的新演員 所以就覺得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 然後可以一起參與就很幸運 真的欸 你要從一個女神變成女廚神 對 反差很大喔 開始學做菜了沒 現在在學切蔥 這還差太遠了吧 欸 可是這部劇就是從第一集開始 我本來就是一個不會做菜的那個副培梅 對 因為這部戲就在講 副培梅從年輕的時候不會做菜 然後為什麼去做菜 然後慢慢的變成一個很厲害的廚師 還開班授課這樣子 你要幫我們預告之後 會不會演到副培梅老師比較年長的一件 會不會演到比較老的時候呢 好像不會太老 就是大概到目前設定大概到30歲吧 對 然後就是在講那個年代 就是我跟仆人的情感 還有跟我老公的情感 我覺得真的非常好看 就是很多很多的那個層次劇情非常的厲害 對 其實安心亞這幾部戲劇下來呢 讓大家也很驚豔 當然我都有看妹妹啊 一些表演真的很精彩 所以好期待你演副培梅老師 而且這就是戲劇的魅力 可能現在的年輕人舞台上這五位 可能根本就沒有看過副培梅 副培梅是我這個國小的時候 早上在播的那種節目 所以透過新的戲劇呢 讓這種傳奇人物可以再現在螢幕上面 期待安心亞的演出 也謝謝直劇場的優秀演員們 謝謝你們 我們拍個照好不好 右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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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這邊看一下你們的左邊 幾位請一起看一下你們的左邊 好 我們請欣亞單開好不好 謝謝你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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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你們